我国的第一颗自制的气象卫星裂缝者 在去年的10月9号是已经正式升空了 我们在经历了数个月的资料搜集 以及调教之后 在今年的5月31号 相关的资料是已经正式的 在台湾资料中心上架了 那么在今天呢 太空中心是举办了记者会 用来发表裂缝者搜集到的资料成果 我们来看看稍早情况 这个GNS原理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手机 在使用的GPS 比如像GPS的讯号 然后它从上面打到海面的时候 它会反射 让我们这个掠缝者接受到 这反射的讯号非常的微弱 各位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海面是风平浪静的时候 它好像就是一个镜子 你如果接收点是正确 它的反射的讯号非常强 可是如果风很大 这个波浪高低很大 它这个会散射开 会skate开 所以它接受到讯号就很弱 然后它透过这样一些数学方法 跟物理的原理 它可以反算这一个海面的粗糙度 简单讲就是粗糙度 因为就海浪 浪高差越多 就风越大的时候 它这个讯号就越弱 然后风平浪静的时候 它的讯号就越强 猎风者卫星每一天可以搜集 三万到四万笔的导航卫星反射信号的资料 其中有七千到八千笔的资料 可以产出这个风速的产品 也就是可以当作气象观测 以及预报的参考数据 而且相关的学者也指出 运用猎风者目前是在台湾海峡海面 搜集的相关风速资料 进行个案的研究之后 他们发现猎风者的资料 确实可以弥补雷达在禁地表区域的资料空缺 也可以有效的改善在台湾西部 以及北部低层风场模拟的正确性 可以增加岸边的这个强降雨预报的准确度 那未来呢不排除太空中心 将会再设置更多相关的气象卫星 将会有助于未来台湾在局部区域 气象预报的准确度